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打通这个电话之后 记住没有关门前 开门有其分任何忧众的可团 身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痕痕 和他们有没有任何生病症 因为那只可团 是成绩给的 所以在美之下 大家看到多面露山 上面有关门 是最弱、最貌物 相反 Abbels最不易认的就是Total 因为她的嘴巴和背脊 天上就是弯弯的 所以拍着她的背脊 就知道是Total 于是Total 她们叫什么名字呢 她们就是Angelo和Rachi 就是我们这一群可团朋友 有些小小的可团朋友 正如我们刚才所说 因为自己不大 实际上有关门很多 所以刚才跳跃出她的Rachi 她们会比较少一点 因为今年她只得7岁 今天我们这一群可团朋友 出道来和大家见面 刚才有说过 在香港水域里面 其实有机会见到 这一群可团的准备可团 一种就是大家衣服漫长的中华巴海豚 但在外面上 和我们面前的准备海豚非常之类似 但皮肤的颜色就是望外红色 其实因为她涉及白的肌肤 在运动过后 尼斯血管扩张 来到皮肤望外红色 但是不知道了 其实在香港手里里面 有另外一种海豚朋友 所以她们的名字叫做高屯 高屯的嘴巴和背脊 跟我们面前的准备海豚不同 嘴巴和面形融为一体 另外高屯的背脊上 都不像我们的准备海豚 有一个背脊 所以整个身形都没有录在圆滚滚 那么今天除了准备海豚之外 还要特意介绍一下 香港水域里面的什么常见的海豚 因为我们今天来到海豚 都没有见到海豚 去到野外的大海 没有见到海豚的人 但是还会出现一个情况 其实有机会 我们都会遇上一只 在陆地上降线的海豚 所以如果遇上这些情况的时候 今天就等我们来分解一下 究竟可以如何处理这个状况 第一件事 记住拿起电话 不是自拍 不是音响 就是你 请记住 搬打四个肚子 打一百二三 去娱乐署 各自海豚专事 都会找到人员来帮助他们 打到这个电话之后 记住报告翻面 之前的海豚 有其他人有民众的海豚 身上有没有一些明显的伤痕 和他们有没有任何失灵的状况 因为海豚 如果他是令人再生 那一期跟我们一样会 尽量不要靠近他的头 尾巴 英文的部分 还有一个 千万不要做 就是不要像 网上片段 那样 乱乱将他们 不要放下水 因为在流行移动 就是受伤的那些火团 其实是有机会 令到他伤势拉脾 所以 最重要是 打通一百二三 之后 就会在原地到 那麽多一局 其实 都是接收到大家 一百二三 而是之后 我们羽龙村 就会马上 那麽大家在那边 拜拜啦 拜拜